江子牙动画电影定档 看清上映时间后 粉丝要去刷三遍 当我们大家在看了《哪吒之魔童匠》之后 有很多的网友对于国曼都越来越有信心 大家都觉得这部电影打开了国曼的市场 然而对于粉丝来讲这更像是一个希望 让更多的人觉得国曼也能够拍出好的作品和经典 《哪吒之魔童匠》这部电影结束之后 我们大家一直都在期待江子牙这部影片的上映 如今这部影片终于有了一些消息 据网友爆料 电影片将会在2020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和我们大家见面 很多的朋友在看到了这样的消息都表示 不管是不是真的 等到它上映的那天一定要去刷三遍 我们都希望制作方能够把这样的压力转化为动力 对于里面的每一帧都要仔细地打磨 因为只有这样做出的作品才是精品 才不会让粉丝失望 那么大家对于接下来要上映的这部影片有一个怎样的期待呢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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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